好,現在我要來示範怎麼樣用Arduino來編譯一個簡單的LED程式 那我現在開啟了Arduino 我按Open 我選擇在我資料夾底下有一個叫LED.ino這個檔案 然後呢,這個檔案呢,我帶進來之後 它會對D13跟PIN角 然後呢,不斷的輸出Hi、Lo、Hi、Lo的訊息 那高電位、低電位 那我在PIN角上面呢,接了一個LED 那所以它會交錯的呢,LED會亮滅亮滅 那我每次Delay 100毫秒 也就是0.1秒 所以它LED的閃爍會很快 那接下來呢,我就要做這個編譯動作 那我把它先確定一下 當你第一次使用Arduino的時候 你的版型必須要對 那你的Arduino,我的是用Arduino Uno 所以我在這邊要選Uno 那我的Arduino Uno是用USB的 那它會在那個USB插進去之後 會模擬出一個CAM3的Port 那這個CAM3的Port 我怎麼去Task放在CAM3呢 是因為我插進去之後 它多了一個CAM3的Port 然後呢,有Convocation Port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猜測它是TAM3 那後來試驗就對了 那接下來呢,Programmer這部分 它會設成Arduino.sisp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行編譯了 好,那這個編譯動作還算蠻快的 Done Compiling代表編譯已經結束了 OK 那它的編譯成功會有白色的訊息 那接下來呢,我就按上傳 OK 那上傳之後呢 OK 這樣子是上傳成功的訊息 OK 那這時候只要你接線對了 那你的電路應該會正常運作 但是呢,如果接下來呢 你的設定有錯 比如說我CAM3選成CAM1 那這時候呢 我在編譯的時候呢 一樣會沒有問題會過 但是我在上傳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錯誤訊息 那你會看到它後面的速度明顯變慢 就是它找不到 沒辦法 跟Arduino的板子做通訊 所以最後它會出現一個AVIATUDE STK500 GetSync NotInsync Response 等於0x00 這就代表說它是 上傳失敗的 所以這時候呢 你應該把這個CAM4的設為CAM3 然後呢 編譯上傳一次就可以了 OK 那這就是Arduino的整個操作過程 好 好 así 好 你 搞得了 其實